好 接下来看您印象一定有的这件事叫乒乓外交 在中美关系的时间轴里 乒乓外交是非常鲜活而生动的一页 连电影《阿甘正传》里面都把它编写进去 因为打乒乓球化解了当年冷战时期长达20年的冰封 而今年是乒乓外交50年 中国大动作举办了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 还推了中美选手在世界桌球锦标赛里面来一个组队打混双 但是美国对乒乓外交是刻意冷处理 美国国务院甚至就选在乒乓外交50年这一天 公开邀请台湾参加世界民主峰会 迎来中国跳脚 中国外长王毅的说法是 美国要借着民主峰会分裂全球 在美中关系陷入低谷的今天 中方寄望50年前曾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球 能够再一次发挥小球推动大球的关键作用 中国桌球协会周二联合美国桌球协会 以及美洲关系全国委员会 在德州休斯顿举办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 曾在1970年代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也透过视讯重申中美和平的重要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表示 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而乒乓小球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中美曾在冷战情势下 长达20年没有正式往来 而破冰的关键就是1971年4月 在日本名鼓屋举行的世界桌球锦标赛 既有美国选手搭上中国桌球队变车的契机 中方主动邀请美国桌球队访问北京 此举不但推动了中美双边往来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森 更在隔年访问北京 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 除了高调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中美桌球运动员近日更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 世界桌球锦标赛中 首度联手参赛 展现中方欲推动乒乓外交2.0的积极姿态 四名中美选手组成的两支混双队伍 在首轮赛事中都成功淘汰对手几身32强 然而与中方宣传火力全开 官媒更积极访问多名曾经参与乒乓外交的中美桌球队员的姿态不同 美国媒体除了转载中方资讯外 几乎毫无关注 连有超过百年历史的世界桌球锦标赛首度在美国举行 观众也坐不满全场 而且有不少的东方面孔 甚至美国国务院还选在周二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当天 主动表明将邀请台湾参加美方下个月9号与10号 透过视讯召开的世界民主峰会 这惹得大陆官方直跳脚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 为台独势力搭台 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 与台独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敦促美方切实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在这场以打击贪腐 对抗威权 促进人权发展为主题的民主峰会中 美国国务院所列出的一百多个参与国家 包括俄罗斯 中国 埃及 土耳其 缅甸等政治体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皆为受邀 与中国走得比较近的匈牙利 新加坡也不在名单上 大陆外长王毅周三就批评美方 利用民主峰会在全球策动分裂 试图对他国进行美式改造 像宣阿利这样 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 被拒之门外 也说明的是 对于美国来说 真正符合西式民主的规则 和相关的标准 并不是他考虑的重心 而是要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操弄 达到美国的政治战略目标 中美双方过去多年来 因为了解而产生的分歧 已经逐步扩大 北京期待乒乓外交2.0 能再一次小球转大球 但是尽效用恐怕并不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导